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果然不安排李出牌 上个周末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之后 中国政府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外交抗议 美国白宫发言人鄂内斯特透露 国家安全会议高级官员周末和中方官员进行了两次交谈 保证美国坚守一个中国原则 并重申和澄清了美国对于长期中国政策的持续承诺 俄内斯特也表明如果后任总统和他的团队有不同的目的 就应该由他们来解释 自1979年美国前总统卡特转变外交政策 和台湾断交并承认一个中国以来 特朗普是第一位和台湾领导人通话的美国后任总统或再任总统 NVT综合报道